立委连续15个小时挑灯夜战 表决国会改革法案 二读过关的曝瓜 总统必须受监督要常态性国情报告 并且要急问急答 另外官员不得反咨询呛立委 向高端案等若拒绝给资料 不但会罚款 说谎者还可移送罚办 同时也增加国会调查权 但民进党场外动员上万人 死命阻挡法案过关 却有人翻出过去这影片 狠狠打脸民进党 过去民进党自己的主张 如今场内打架场外包围 拼死反对让葛杰狂骂 洪森汉就直接走到我面前 就直接对着我们说 我们场外已经一万多人了 你们出去给我小心点 这不是恐吓 什么是恐吓 国会改革法案逐条表决审查 民进党还骂是黑箱 有人献出过去邱盈互航前瞻进化石的 表决过程让众人全看杀 书条有没有意见 第二条有没有意见 通过第十条有没有意见 通过主席现在宣告 前瞻正线条例草案 已经完成出城 邱益那最经典的名片 剧作奥斯卡金像讲的 对不对 宋愿会 不到三分钟结束 民进党包到黑箱里 丢到太平洋去城 什么黑箱根本就是鬼扯的一件事情 要黑箱谁比得过民进党更黑箱 不只是邱益云陈寅也是一样 陈寅还假装过昏倒过她忘记了吗 谁才是国会黑箱大王和暴力大王 话蓝绿都会讲 但历史尽头会说话 记得中诚良学国豪 SN小组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